日前网友用谷歌地图查看三峡大坝 发现大坝已经扭曲变形 引发广泛担忧 中共先是辟谣 后来官媒又改口承认坝体变形 并称这种变形处于弹性状态 很正常 但同时 宜昌三峡大坝部景区从7月6日起停业至7月13日 停业期间 景区将暂停接待游客 自1950年以来 中共已建造二 两万个高度超过15公尺的水坝 约占世界总数50% 从1990年开始 中共不顾众多的环保人士抗议水坝对大自然带来的破坏 数以千计万计的各种水坝在大陆的河流水面上树立起来 在中国大陆众多水坝里 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三峡大坝 1992年4月3日 三峡工程进入建设期 1994年12月14日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2003年第一台机组联网发电 2006年三峡大坝建成 2009年工程全部完工 历时17年 耗资2000亿元的三峡大坝投入使用后 长江的洪水有增无减 中国自然灾害不断 大旱 高温 洪水 地震等灾祸频发 其中一个原因是 洪水的破坏力尤其动能 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 决定 三峡工程下泄洪水总传播时间 由天然洪水的30小时左右 缩短为6小时 速度是天然洪水的5倍 下泄洪水的破坏力 就是天然洪水的25倍 用土石堆砌起来的长江干堤 显然无法承受下泄洪水如此大的破坏力 致使大坝下游地区的防洪形势更加险峻 其实从江泽民等人强行拍板三峡工程上马之初 就爆发了极大的反对声浪 专家纷纷提出警告 称大坝将改变长江流量与生态以及导致地震 水库淤沙也会威胁大坝的稳定性 可是到头来政治力量终究凌驾于环境考量之上 只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投下反对或弃权票 著名水利工程专家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 这其中 反对声最为强烈的是著名水利工程专家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 黄万里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 清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 电视剧至里 在1992年至1993年间 黄万里曾三次致信江泽民 反对兴建三峡工程 信中说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 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 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 他若修建 终将被破炸掉 倾诉决策停工 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黄万里还说 这一工程会导致生灵涂炭 大好山河糟蹋 富饶的四川盆地将沦为泽国 归纳起来 黄万里预测了三峡大坝将带来十二种灾难性后果 一 长江下游干堤崩案 二 阻碍航运 三 移民 专题 问题 四 基于问题 五 水质恶化 六 发电量不足 七 气候异常 八 地震频发 九 血吸虫病蔓延 十 生态恶化 十一 上游水患严重 十二 中江被破炸掉 其中 黄万里的十一项预言已经全部应验了 而日前谷歌地图上拍摄到了三峡大坝的变形 将让人们更早看到最后一条将会应验 因反对三门侠工程被罚到三门侠挖厕所黄万里曾因孤身反对三门侠工程 被当局化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 三门侠工程即将开工 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侠工程的看法 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 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 事实虽证明黄万里是对的 但文革 专题 期间 黄万里被中共搞到三门侠挖厕所以是惩罚 1960年 三门侠首次蓄水 1980年2月26日 在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后 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 2004年2月4日 陕西省15名人大代表提案建议三门侠水库停止蓄水 2004年3月5日 在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案 建议三门侠水库立即停止蓄水发电 以彻底解决为何水患 三门侠工程运行了不到44年 成了彻头彻尾的水害工程 面对三门侠工程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 黄万里曾痛心疾首 反复悼念 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黄万里于2001年8月27日去世 十年九十岁 晚年病重昏迷中 黄万里仍喃喃呼吁三峡 三峡 三峡千万不能上 最后黄万里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